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 浪费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亦聘经济》 翻网报 好 今节我们讲讲一位 大情星 这位大情星做情星也要有位的 就是少尊 少尊大家知道了 享尽齐人之福 少尊原来 也有他可怕的一面 少尊原来 也曾经 向他的爱人 动过手 对吧 看不出 因为他 也只是银银实实的 是 那些外人都比较 会很合乏的 这样 说回到 你小心点讲话 不如说 我们不敢说 大台节目 就播出一集 就请来了 邓少川 阮少祥 嘉燕姐 还有 肥妈 做嘉宾 各人分享了自己第一次做的事 少尊当然了 大家知道齐人之福 少尊回忆一件事 当时刚刚在外国读书回来香港 加入TVB做演员 由于早上6点多忙到晚上12点 女友不满她没有时间拍拖 这样就在这里咫咫咫咫咫 磨她 少尊就说 自己当年很喜欢看武俠片 所以就用一些动作 一眼这样就 哎呀 用手就向女友动操 他就说 当时鬼叫他吵着我 耳朵旁边好像乌鸣那样叫 一眼这样撞下去 所以 不小心就 撞到他的头 立即见红了 这样也叫不小心 他好像是有意的 是吗 不小心的意思是 这个 如果不小心也会弄到他的头 特意的话会弄到哪里 是呀 但是 现在少尊也是 大胃了很多的 但他当年应该是 属于很厉害的 哈哈 就说 女朋友 就买了东西 见红了 那少尊 立即 就找旧兵 他就说 哎呀我好害怕 就找了 长嫂说 首先是他妈妈 因为他有经验 他就说 哎呀 有人就问 为什么不找老爸呀 不找长哥呀 他就说 长哥一向 都是怕事不理的 最终长嫂 就叫我 回去房间休息 长嫂自己撤 他的女友 去医院处理 在医院处理 伟大的妈妈 好耶好耶 是的 但是之后 他们就 打得很僵了 等会我们再说一件事 估不到 第二天 收工之后 就被长嫂叫他去酒楼见 他到场时发现 哎呀 酒楼几乎坐满了男人 眼神相当不友善 顿时觉得 是有QK 他继续说 入到贵宾房的时候 我见到 妈妈坐在 原来 对方家长就 打电话给长嫂 就说 喂你个儿子 和我女儿吵架 你个儿子 就是搞到他 逢了十八夜 这么厉害啊 对呀 逢了十八夜 他刚才说 冒心而已 十八夜 如果有心就是三十几夜 有心的话 可能是 阴阳永变 这么厉害啊 看不出你的功力这么深 对呀 看不出 因为他当年 现在少尊也是 圆了很多方面 他当年真的很瘦 他瘦的时候 跟他老爸的样子相当相当相当相似 好似 真的好似 原来 讲数 讲数 证明他女朋友可能也有点实力 你知不知道 两百多人 两边即是四百多人 挺厉害啊 你真是以为在看这个鼓域仔 是 他应该知道长嫂那边也有点势力的 有 所以叫兄弟帮忙 没错 还有 两位 大佬级人物 就是陈伟敏华 陈伟敏很厉害啊 你知道他当年 很丑德 还有就是大佬B 吴志航 大概都知道是什么类型的人 当然有颜色的人士 有这些背景的人 邵尊说 他当时 手振振 因为 这么多人 这么凸 他害怕之下 要求 斟查认错 斟查认错 之后 陈伟敏和大佬B 好言双劝对方 和好 邵尊说 认错之后 长嫂叫我们两个小孩 先走 事后的事就不清楚 我 只知道账单一定很贵 我实际说 吃饭贵也有限度 但是 实际是赔了一些银子 什么都好 他肯定帮你拆掉他的 谁叫你是他的儿子 你又动了手 好了 四百多人 只见到 这些饭贵就害怕 但是 我认为是他在那间 坐楼香 这个也不重要 其实 吃饭贵也很贵 也可以很贵 但是 有些汤入费也赔了 实际是 有些表示 怎样都 肯定 事后 原来两个继续 是有一齐的 哦 那就好 更加是一台麻雀 挺好笑的 网站估计 他动手的是什么人 就可能是 之前的 两个都是C 都是C字头的 车尼子 车尼子和 这个 什么文 什么文 是不说的 猜不到这么厉害 我想以为 他们 普通女子来的 原来不是 都 这么有实力 我总以为 因为少尊 喜欢平凡 因为他说过 我不是说他们的 女伴平凡 其实也不平凡 你认识他时 也可能不知 人家底势 是 是 另外 我们也看到 其实 这个 现在就是 这位 好像叫 陈小姐 也是一位 挺有 住家的女子 挺有住家的女子 说回 祥嫂当然很厉害 祥嫂 也离开了 祥嫂 当时最出名的 当然是 和他的子女增产 就是这个 深马斯增 家族 增产事件 发生了很多年了 原来 1996年底 到1997年 4月份 随着月剧命令 长哥邓永祥 深马斯增 就 走了 引起一宗 遗产争夺案 邓永祥的妻子 红金梅女士 即是长嫂 和 夏卉BB 很fan 没记错 对吗 对吗 和黄夏卉 很熟 还有 就是 邓家的儿女 都各不商量 通过媒体 叫僑对吗 邓家周边的亲友 好像白允琴 王夏卉 亦通过媒体 表态 引起了一轮的 罢战 亦成为了 各位 香港人茶余饭后 讨论的一些东西 事件 获得香港多份 报章 雜誌 电子媒体 日以计夜 夜以计日 这样报道 亦引起 香港社会 对于 媒体道德 还有社会 新闻娱乐化的关注 其中 香港两家媒体 就有这个 两家免费的电视台 资讯娱乐节目 处理手法 备手争议 其实 长嫂 即是洪金梅女士 她已经走了 她是长哥第四任妻子 长哥 即是辛马斯珍 或是辛马仔 她有几个儿子在英国 当时这件事的时候 是访问她的 前妻生的那些 都没什么东西 我觉得 应该 这个 邓永祥 就是辛马仔 我想英国的子女 她是安排好了 因为很早过了英国业 是 另外 我们看到 一样东西就是 这个 她四名子女 长嫂四名子女 当然都是长哥四名子女 那么 就 当时 1965年的时候 长哥和长嫂就一起住了 就生了四个儿子 就是少尊少荣 还有 原名 邓翠玉的 邓小眼 和邓碧玉 1992年 长哥 和长嫂在1992年 才正式结婚 婚礼就叫 金马 红梅 慶同心 并且 又是在这个 大台是播出的 事件呢 说回为什么有这件事情 就是 曾经在 1996年 和妻子长嫂 录影 TVB慈善 直播 欢乐满东华 捐款呼吁后 就是 爆了出来的 当日 长嫂的 弟弟和妹 九舅舅 就是叫洪泉 小妹 即十一姨 就是洪国华 就连同邓小艾 还有少尊 在永祥大厦 向八舅舅 洪家泉 追讨 六十万的 欠款 他们就说 1993年的时候 就是邓家子女作为担保的 借款 并且 当时 罵得很大 发展到后来 就是 带着八舅舅的欠条和一些证据 到永祥大厦二楼 永祥唱片有限公司的写字楼 向八舅舅追债 之后就呼吁 这个 录影中的人士 就立刻 不要拍 就要发生争执了 发展到永祥大厦 就 有大争执 被香港的传媒 就全程 录影 甚至 他们就说 九舅舅 起飞脚啊 不过踢门 也猛地罵八舅舅 欠赞还传 你也 挺羞恥的 激动的时候更加 扔电话 扔背 即是学了辱文 扔背 亦都是 有些人 见红 之后 邓家为了财产分配问题 就分两派 一派就是以长嫂 红金梅为主 一派就以 长嫂的四个子女 其实长嫂只有四个子女 最后都是他们 不知为什么当时 大家都是上了头 白姐姐 又加把口 为什么又关她事 关她事 关她事 因为 这个就是 晋素心忠诚 的时候 就说 哎 就支持 她是长嫂那派 就说 喂 慈善令王辛马斯珍 浪得虚名 因为 辛马斯珍的子女 是无效度 跟另一个节目主持人 雷宇洋在节目当中 又在那里骂 展开这个马战 白运琴在直播中 播出的 当中就说 瘋了 这么说人家 令人 相当地生气 八九虎 洪家全 在节目当中就接受访问 就说 邓家增产内幕 仍是 罵了11E九九虎 还有邓家四名子女 越来越多人 是的 包括 包括踢爆了邓绍 当年在加拿大闯祸 就要求阿妈去救她 老实说 她妈肯定救她 你们想着 不关家产的事 是的 所以 被邓小艾和11E 即洪国华 洪国华是霍英东的 继子 霍文芳的前妻 就告他们 诽谤 白运琴和 謝偉俊被新城的 节目组 停了他们的职 节目也永久停播 到了1996年12月 长哥 好像 病情就好转 外出就和子女看戏 但是到了1997年1月3日 长哥 急转直下 就入了 院去治疗 留院1809日 但是4月21日就先世 享年81岁 长哥 没了之后 三千多万 这么厉害? 三千多万的 留院费用 三千多万 百多天啊 大哥 那倒是 不过他住私家都是这个数 差不多 差不多 因为他 住的好 应该是正常的 原来 要子女各自变卖 这个产业 才能支付 长嫂一毛也不出 当时 加上之前的不和 邓家四个子女 拒绝 长嫂到灵堂 拜 这又不对 说句老实话 老实话 都是阿妈 他们亲生阿妈 长嫂 在这个 殯儀困 另切灵堂 拜 亦开记者会 就说 我要 搶回 长哥 回来 但是 这样不好 老实话 他走了 先人 其实长哥这样走都不安乐 说句老实话 经过争执之后 四个子女就同意 长嫂就送长哥最后一程 原来 长哥在1992年 就立为主 以长嫂是执行人 这个他真的这样写 就可以分到60%的遗产 剩下的40% 就是子女有的 他在1996年的时候 就另立为主 其实最大件事就是 一改 他就肯定 什么家庭都是这样 一改的话 就觉得 你是不是有什么 古怪事 为什么要改 是不是你当时 逼迫他 或者他 头脑不是很清醒的时候 你叫他改 一定是这样 你看到这么多年 当然 有空子转 个个都想拿多份钱 这个 就是 我觉得 因为我们不是那么有钱的人 就不知道 但是 他们 我看到很多的家族 都是这样 大家族 很多的感 所以人家说减厨哥就很棒 走得走得时 都搞好 分好他 不要搞那么多的事情 你太早立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 你过多几年 你的想法又改变了 或者你身边的人 对你的态度也改变了 所以你要改变 无可厚非 减厨哥也说到 就应该差不多了 另外还有 没有记错 大L也好像有 都好像是纷纷了 大L 另外 就是 因为令纳遗族 当时1996年令纳遗族 就是把 所有的遗产 评分给四个子 居然 当时就说 长嫂是 没有份 为什么会这么有趣呢 真是很极端 我们先说一下 声明 就说长嫂经济独立 不会有任何 东西可以分较 如果他提出任何争议 就让他一问计作为 最后的解决方法 难怪有争议 很奇怪 很奇怪 长嫂和四个子女 因为 遗产分配的问题 对捕公团 断断续续 都是大约十年 直到 最后2006年 其实长嫂是 败数的 长嫂是败数而落幕的 当然 我们看回 97年的时候 新马仔都已经是4亿2千万身家 很厉害 但是到1997年金融风暴之后 邓家的子女就将西贡地皮 和永祥大厦 东华的业权以3600万压 给中银中国 中银香港 1997年10月 长嫂 带上一些 他们说有 颜色背景的人 当然不是黄南 是那些颜色 到永祥大厦 就说 家师和古董和我全部搬走 更将一成的 大厦的股份捐给东华 2003年 邓家子女 想向东华买回一成的永祥大厦股份 但是东华就不肯 最终 邓家子女 就以9540万 将九成的永祥大厦股份 卖给东华三元 不过有一个附带条件 就是 四名子女可以 永居永祥大厦 因为他们住得很久 现在 不是这个家 当然 是长哥 当然 他也自己说明 当年如果没有 长嫂子 早就已经败了 负身家 你也知道 当时赚钱相当容易 我们之前也说过 曹达华 曾经 一晚就没了 全部 经过这么多年的诉讼 2006年7月7号 香港法庭 对增产案作出 裁决 新马斯增女儿 就是 邓翠玉 后来他改名是邓小艾 那一方就胜数 洪金回即长嫂就败数 并且需要向子女 交出拥有前 楚留乡 酒楼铺位 公司的58% 所以你看 长哥有铺位又有大厦 都挺厉害 法官在 判词当中就批评 长嫂是个非常差的证人 同年 10月 雨过天晴 就是 长嫂在61的寿宴上 邓家国人宣布和好如初 其实也挺戏剧性 是呀 是吗 是呀 邓家增产事件在香港国份报章 雜誌也是大量报导 其实 还有两家的免费电视 当然有一家现在没了 就是雅士 也不是没有 他以另外一个方式 出现 依然有 结果就被香港 港媒事务管理局 罚钱 因为说得实在 有些事过了 过了火 同时 亦因为这件事 长嫂的好友 夏卫 BB 王夏卫 令大家都知道他 包括很多政界人士 欧乐迁 都是同居 挺好的 欧乐迁现在应该是在蹲 王夏卫在事件当中 力撑长嫂 亦有人说他乘机出风头 亦被人说他是娱乐圈涉石人 笨而知识 等等的称号 十年后 原来无线的剧集 唐心风部原来是这件事是南本来的 我以为是第二件事 让大家都看到很过瘾 主要遗产是什么呢 长哥 就有这个 澳门 旅游娱乐有限公司 1%的股份 还有跑马地永祥大厦 西贡一块4万尺的地皮 沙鸡湾楚楼香酒楼 还有永祥 唱片 当然 后来 长嫂走的时候 始终是妈妈 他们那份钱 长嫂的钱 都是给子女的 嗯 之后 邓绍尊也说 长嫂的钱 其实交给他们的时候 是多了很多 因为长嫂很懂得投资 事实上长嫂 长哥也说过 他相当懂得 投资 以及 比较省劍 你知道长哥 大小 其实以前那群人赚钱容易 上一辈的远元 都是赚得很快的 有些都挺 凄凉的 真心地说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 再见